基本情况,各位请看 一对在婚姻当中 只看到自己的夫妻 让我们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周先生 29岁来自长沙销售 女嘉宾向女士 32岁来自长沙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有请 小圈里面影响最深的是 你要自由,是吧 你是觉得不值 他不值 他不值,结婚几年 结婚两年多 结婚两年多就觉得不值了 他没有情趣 谈恋爱的时候有吗 比结婚后好点吧 那不也嫁了吗 那还后悔啥呀 因为我和她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也是在朋友的撮合下 跟她在一起的 甚至连我们两个结婚 都是我婆婆跟我说 你们也谈了那么久了 我感觉你们应该可以结婚了 我就决定地结婚 是你婆婆向你求婚 对 那这不能怪她呀 我其实看你妻子 在说话的时候 你眼里还是有光的 喜欢她吗 喜欢她呀 爱不爱她 爱她呀 确定吗 确定吗 说话声音越来越小 我都不确定了 确定吗 确定 好 确定 说说吧 怎么没情绪 就是我们一周年 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因为我们结婚没有度蜜月 所以决定出去旅游 他那个时候呢 又刚好喜欢看TVB的电视剧 我们就说那就去香港 多浪漫 但是到了香港 当我说我们明天去迪士尼的时候 他就脸色不好了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开始各种吐槽 我不知道你为了没想到 我们去迪士尼这种地方 又热 人又多又挤 里面东西又贵什么的 我当时只觉得 他是起床器嘛 所以我并没有在意 但是当我们到了迪士尼园区 还看到很多人在排队 就一下爆发了说 你怎么想的呀 游乐园有什么好玩的呀 你要来游乐园玩 那本来就是的呀 你说带我出来玩 那你有问过我想去玩什么吗 我本身对游乐项目这种 根本就不感兴趣 那人一多天气又热 那我更加不想去了呀 那我后面是不是妥协了 我说那你喜欢看TVB 那我们就去打卡TVB的 一些网红景点对不对 但是我们去兰归坊的时候 你又是怎么做的呢 就三四公里嘛 我就说走着去 我们看看沿途的风景啊什么的 本来旅行的意义 不就是不在乎目的地 在乎的就是沿途的风景嘛 他二个倒好就一直在那里 把脸色一直吐槽 一直骂我 已经陪他逛了一天又累 脚都走不动了 那我肯定要想着打车不 方便一点不 那旅行不就是走嘛 那我本身就说了 我不爱逛街不爱走嘛 好好好好好 关键是我们到兰归坊喝酒 没喝几分钟他就开始吐槽说 这个酒又难喝又贵 我不知道来喝什么 这是为啥 他那个酒喝不习惯 而且那个时候情绪上来了嘛 没你们长沙的酒吧好玩是吧 那没有 关键他没喝几分钟 他起身他说不好喝 不喝了走了 我也上头我就不想走 我也不想回酒店 他也不理我 也没有说来哄哄我 我们两个就这么在香港的街头啊 大晚上的就这么僵持着 三四十分钟他都不跟我说一句话 最后我说那你这么不开心 刚就不要玩了 也不要旅行了 他说行啊 然后呢 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回家了 说走就走的旅行 符合现在的年轻人 太没有情调了呀 没有情调 然后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我心里面是个卡 我就觉得婚后才第一年你就这样子 那往后还有几十年 怎么办呀 往后余生都会这么深刻 关键是 他平时很爱跟朋友出去玩的 他甚至经常把我丢在家里面 跟朋友出去玩 那我跟我朋友出去玩之前 我是不是都问过你 你不跟我一起出去 那你不想认识我朋友 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生着病 我怎么跟你出去呀 而且就算出去了 你跟你朋友玩讲家乡话 我都听不懂你们的方言 插入不进去 我就很无聊地坐在那里玩手机 我玩什么呢 你是哪儿人啊 我云南人 哦 你们说湖南话 说的我家乡话 哪儿的 越南的 那更难懂 那他嫁过来了是吧 路上随俗啊 那肯定是需要学会 我们那边的方言 带他多去 跟我朋友破面几次 那是不是慢慢地就懂了 他也不去啊 是是是是 那我生着病 我就不想去啊 关键是 你知道他多过分吗 说十一点钟就回来了 结果可到好 三点多快四点才回来 信息电话都没有一个 喝得个烂醉 然后没有一句话 倒头就睡 我自己在家深闷气气一整晚 然后第二天他说 啊 昨天是我不对 下回我会注意 可是接连后面 出去玩 每次都是喝到半夜才回来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跟我婆婆打电话 所以还是我婆婆开解我 把她拉回家教育了一通 一点小事就喜欢跟我妈告张 然后我妈就来打电话骂我 我还截图了 你也够有意思的 她们现在谈恋爱 特别喜欢截图是吧 看重去 这是在外面喝酒的 一点小事情 喝酒之前跟她说了的 然后她又跟我妈 凡事就跟我妈告张了 妈 你看她又在打牌了 这是我在手机上打牌 她也拍视频发给我妈 然后告张 嗯 那你对我不好 我还不能告张咯 我管不了你 我就让你妈来管你呗 那有什么这种小事没有必要啊 两个人可以沟通解决掉嘛 你多大了 二十九了 我看你妈的话你都听 好 从小胖我妈妈 我妈说话现在肯定还是听的嘛 所以你也挺可爱的是吧 你是真是新娘的 新当娘的女人 新娘 因为我就觉得我管不了她 谈恋爱的时候也这样 谈恋爱的时候她比较听我的 那么爱管她呀 那喝酒伤身体嘛 跟我婆婆告状以后 婆婆管她 她现在也不怎么喝酒了 哎呦 还是有效果的是吧 对 所以你活天呀 那不就有效果 那就是说 我爱她 后面我想了嘛 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去吵 关键她不喝酒 她有新的爱好了 什么爱好 打牌 打麻将 而且 还认一堆的干姐姐 然后一到周末休息 我说这个周末休息 你陪我出去玩呗 她说不行 前几天我就跟我那个姐姐约好了 那本来就是的啊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 真的喜欢上打麻将 还是你打着这个幌子去认干姐姐 怎么叫喜欢认干姐姐啊 那姐姐都大我十几岁 孩子都十几岁了 经常跟她一起打 那别人比我大 那姐姐她只是一个称呼而已啊 最过分的是 她打起牌来六亲不认 嗯 我有一次出去办事情 那个地方离家很远 然后也很偏 关键那天还下雨 我打不到车回家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接一下我呗 那么大的雨 她说啊 我跟朋友打着牌呢 她说你看看呗 找个地方避避雨 或者你看看哪里有公交车 让你坐公交车回来嘛 那么大的雨 我就在路边上就这么等她 等了快两个小时 她都没有来接我 淋着雨 没有就马路边有那种小台子 我就在那里避雨 那有多远啊回家 离家十来公里 后来接没接 没接 你看看 那我都已经 开始打了 他们都在信头上 我总不能 就是不打了三圈一 少了他们的信 那之后谁会跟我一起玩呢 而且 那只是个小事情是不是 又不是不能打车回来 那是不是我在外面 遇到了什么危险 你都要等你娱乐完了 你才来接我呀 那你这纯粹就是在台杠呢 有一次我都已经 晚上我都已经睡着了 凌晨两三点钟了吧 嗯 她呢手机上刷到一个烤鱼店 就是她把我叫醒 让我陪她去烤鱼 离家十几公里呀 嗯 我都陪她去了 因为我不吃鱼的 我坐在那里陪着她吃完了 去了 去了 可以呀 那那天晚上我没有吃晚饭呀 那我肚子饿了呀 哦 所以得去是吧 就是刷视频刷到了吗 挺有情绪的呀 啊 她跟她在一起 她也没有吃啊 一个人吃有什么能吃 人家不能吃鱼 你没听见啊 她只是不爱吃鱼 哦好好好好 那不相当于我不吃鱼嘛 而且跟她在一起之后 不爱吃和不能吃两件事啊 你别不给我往沟里带啊 往后说怎么了 而且跟她在一起之后 她又不做饭 也不搞卫生 家里的家务基本上都是我在做 那我以前有没有做 是不是你说老是说我打扫的不干净 我做饭不好吃 你都觉得我打扫不干净 做饭不好吃 我为什么还要做啊 那只是一句玩笑话嘛 那你也当真 问一下她做饭好吃吗 还行吧 她做饭好吃吗 吃也吃得 所以该你做饭活该 而且 我跟她 饮食习惯很不相同你知道吗 她喜欢吃面食 因为我喜欢吃米饭 每次都陪她出去吃 都是吃她爱吃的 我都这样做了 我不知道 我还要怎么样 她才能满意 我就觉得 我是远家过来的嘛 她应该多照顾我一些 我胃不好 我吃了那个硬的米饭 我就容易喂她 那我陪你去吃 你爱吃的呀 你还要我怎么做呢 但是生活上 我就觉得她没有情绪 她不在意我的感受啊 不挺在意的嘛 她不止不在意我 她也不重视我的家人啊 这咋不重视了呢 我一年到头都跟她在湖南 但是我只有过年的时候 我才能回我自己家 我外婆年纪又大了 我就想回去多陪陪她 毕竟老人嘛 陪一年少一年的 她可倒好 今年强行把我留在湖南过的年 也就今年一年 在我们这边过的年啊 那是不是跟你在一起之后 结婚第一年 是不是都在你那边过的年 因为按照我们那边的风俗 结婚第一年 必须是要在南方家过年的 而且我都 我都已经陪你回去过年了 你知道我老家的朋友 怎么说的吗 你是不是入罪过去了 倒朝门过去了 你说 那你是陪我过去了 你也不是心甘情愿陪我过去的呀 不是 去没去 我婆婆让她陪我去 她才去的 去没去 去了 那不就行了吗 她有啥委屈的 就她平时生活上 不关心我 在外面 我遇到了事情 她也不帮我的 就有一次 我们去逛超市买东西 我前面有个阿姨就插队 我就跟那个阿姨理论的阿姨 就跟我吵起来了 甚至那阿姨还想讹我 她躺地上去了 周围群众都在说 你快点走 你快点走 她在讹你 她可倒好过来拉我过去 说你赶紧道歉 像什么样子在这吵 我又没有错 凭什么我道歉呀 我为什么去拿 因为她战斗力太强了 怎么阿姨年纪大了 我怕把阿姨气出个好歹 说到处吃亏的是我们 而且那个阿姨 跟我又住一个小区的 就抬头不见低头见 对对对 真的阿姨嘛 你让一下阿姨让她截个当 耽误不了几分钟啊 你何必去跟她吵呢 那你叫我走就算了呀 你为什么让我去道歉呢 我又没有错 要哭啊 不哭 因为我 我的性格就这样的 就是得让人至起来 一切以何为贵嘛 很多事情没有必要去吵啊 一些事情你让不让 你让不他让不 那事情就和平解决了嘛 他就是那种性格很强 是得理不饶人的那种 不好意思 刚才说事情怎么解决 得让人出钱的嘛 你让一步我让不 这事情不就这样解决了嘛 得让人出钱 对啊 你让一步他让一步 对啊 这是人吗 是啊 那你咋不让他呢 那事后我也道歉了呀 所以你今天想怎么着 我就是觉得他在催我生孩子呀 但我就觉得你又没有情趣 也不在乎我的感受 嗯 那我跟你生了孩子 那我以后 你还对我不好 那我不是更加没有退路了吗 你想当爹是吧 到这个年纪的妈 肯定是想生孩子了不 哦 婆婆啥意见 婆婆好像有跟她提过 但是我婆婆没有在我面前提 哦 你妈和你想生 没事 是我妈就提了一嘴嘛 然后因为 确实嘛 跟我同理的孩子都七八岁 打嗆语开始打嗆语了 那差不多 我觉得到这个年纪 你咋结婚结那么晚 我上大学24岁之后才那个呢 那男生嘛 那肯定想奋斗两年嘛 才有那个不 所以有 你要结婚 那你是不是得要 有一定的情绩基础才能结嘛 哦 对对对 所以你都想得很周到对吧 就我觉得在生活中 他想做什么 基本上我都会去陪他去做 做是做 就是不耐烦 他没有办法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他的性格就是动不动 就喜欢跟别人就是去 吵架去那个 听懂了 战斗力比较强 对战斗力比较强嘛 然后得理不饶人 他就是那得理不饶 然后有时候有喜欢 没事找事做 我哪里没事找事做了 你看 我问几个问题行吗 资料上面说您是自由职业 对吧 这个到底做什么自由职业 我是之前做文职类的工作 然后呢用我跟他认识 就是在长沙的那种小酒馆 就是那种很有文艺气息 所以我就想自己搞一个 然后跟朋友先在策划 现在小酒馆正在装修 哦 他说你这什么没事找事什么 乱扣帽 我 对 我觉得我不是在没事找事 我又不是神经病 别人没招惹我 我肯定不会去默默其妙骂别人啊 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什么叫情绪价值 我最近老听他们说 就是我觉得 我们两个夫妻本应该一条心 那你想干嘛 我陪着你去做 我想干嘛 你也陪着我 我们有事有商有良的 然后在外面遇到了事情 你应该是站在我这边 哪怕我错了 是不是应该都先站我这边 是是是 然后后面了 你回到家了 你可以好好跟我沟通这个问题 对对对 就对外的时候 不管谁对谁错 我都是对的 是吧 我也没有说我都是对的 我只是觉得 就你得帮我 对 这叫情绪价值 也不是就是 我乐呵你陪我一起乐呵 我难过你陪我一起难过 听懂了 你当时为什么要娶她 看到她性格开朗嘛 然后又在一起那么久了嘛 但是还 这里不就是因为 我喜欢了我爱她嘛 才会想着跟她去结婚嘛 这会儿就喜欢爱了是吧 她要跟你离婚你同意吗 不同意 你跟她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 气头上的时候就随性而为是吧 事情一过你就赔礼道歉对吗 是 模式就这么个模式是吧 你们家谁做饭 现在没人做饭 外卖 谁收拾家 她收拾家 那你干嘛 休息完 她收拾家 你收拾她是吧 是吧 今天是让他们接着帮你收拾是吧 我就是想 她因为我每次跟她扯 她就说我在舞里取闹 她就觉得 没有我说的那么严重 对这个事有那么重要吗 我觉得很重要 往后还有几十年 你觉得 因为我觉得她有点小事 就很容易无限放大 比如有一次在一个商店买东西 她觉得价格高了 直接在店里跟别人的老板 她就说 你这个商品卖不出去 你活该 你要跟这样说别人 那是因为她的东西 在周围的那些店里面 它比别人高了三到五倍 你觉得合理吗 不是 那这种就应该让物价局管一管 不是 你不是去其他店里买吗 那我觉得我的意思 我觉得你换一家店 这些店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那个就表现得 好像我买不起一样的 那在这种 买不起不丢人 这个世界上太多东西 是不丢人 但是那个东西 我是觉得她就不止那个价 而且就在她周围的那些店 那你觉得她 就是合理的价格 值得做你男人不 还是值得的 两个小孩过家家 都觉得不好 但是打又打不散 是吧 也不是 你婆婆对你好不好 好 我家里就我婆婆对我好 有 你现在跟她过 就看着你婆婆的面子呗 差不多吧 你确定 我觉得如果她继续 像这样子 没有办法提供 她改不了了怎么办 改不了 老是出去跟朋友打牌 就是改不了 玩 就不跟我玩 那就没有意思过了 我们再确认一下 她现在的玩 上下楼邻居之间 到别人家去打麻将 是还是不是 是 还有偶尔跟朋友出去 喝酒喝八夜 好 她邀请过你一起去玩 是还是不是 是 但是你说我们语言不通 所以不陪她去玩 是还是不是 是 你确定说 你给她提供了情绪价值吗 我跟她去过呀 因为她打麻将她高兴 但是你不高兴 对 对吧 出去玩我听不懂啊 好 明白了明白了 现在全明白了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 到底是干嘛 我这 改造她 是说她对吧 万一他们都说你怎么办 那我也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好 这个就好了 还是想一起过对吧 像 想当爹对吧 是 那你得哄好老婆呀 怎么哄老婆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分圈 确实 演家不易 谈恋爱的时候 她时不时的 还会让你有点心动 做了丈夫以后 动不动的就让你心梗 她当然她的有些行为 过于浪漫 但是她为什么 会如此的坚守 你扪心自问 你除了把她当老婆 你爱她多少呢 好不容易跑到香港 对吧 一挣一吵 赌气想回 您就不能安慰吗 当然她在超市的 举动行为 她太顶真 但是需不需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你说的对啊 你远嫁过来就要聋入夫家嘛 话听不懂你就要学当地方言嘛 她现在的唯一唯心的稻草 确实是你妈 你妈可能比你更爱她 你妈比你更哄她 我请问你让过她多少 我们说爱情婚姻 确实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如果真的爱这位妻子 我们都会不知不觉的去做出 自己的一些改变 哪怕是微小的改变 这是爱 并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把家搞得鸡飞狗跳 才面临着离婚 有时候过不在一起 你们两个人很显然 过不到一起吧 吃不到一起吧 说不到一起吧 玩不到一起吧 这是一个事实吧 所以我希望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评估 验证 这个男人 对你的爱还有多少 我也觉得你不是很爱你的老婆 其实爱情里面 真的爱你 那不叫麻烦 那叫情趣 不爱你才是麻烦 他不要去跟你找什么 我的兄弟们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都是这样过的 不是 这些都是他的借口 你现在要做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关注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你的钱 第二样东西 你内心的平静 第三样东西 就是你爱自己 我为什么把这三个 那其实我正常来说 我应该会把它倒过来说的 我会先让你爱自己 然后去找你的钱 然后最后去找你内心的平静 但是我觉得 现在你要反过来说 我为什么先说了你内心的平静 因为你只要碰到这个人 你内心就不平静 你一碰到他你就失控了 为什么你还有期待 你的期待是源自于你的原生家庭 和你的教养你的素质 告诉你我应该对这个人有期待 但是你一次又一次地没有被事实所打败 这是你的善良和你的天真 但是你不能一味地 你善良也好天真也好 我们不应该去盲目地去被伤害 所以你记住我刚刚跟你说的三点 说完了 两个巨婴拿婚姻当儿戏 你俩有资格结婚吗 长大了吗 断奶了吗 远嫁谁选的 逼你家了吗 你为什么要拿远嫁当自己的盾牌呢 你为什么觉得远嫁就一定要要挟对方呢 必须对你好 这男人是不是你选的 这婚姻是不是你选的 远嫁成了你的一个高姿态了 你在婚姻当中有所作为吗 你一直在要要 你要他对你这样 要他对你那样 要他对你言听计从 你做什么了 你们两个人的婚姻 用两个字形容无聊 跟你们的人生一样无聊 一个每天除了喝酒打麻将 一个每天只会找朋友告状 你们有什么对未来人生的计划和目标吗 你们有自己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吗 你们有对自己人生的规划和目标吗 不说你们对婚姻的有吗 没有 所以以至于你们每天在打的这些架是特别没有意义 吵的这些架也是无聊的 然后你们的婚姻两个字就是无聊 连去个迪士尼 那么童话般的世界 都能吵得不可开交 你想想你们两个人得无聊到什么程度 所以好好想一想 如果你们自己还没长大的话 为什么要走进这段婚姻呢 婚姻不是说我为了结婚 就一定要结婚 婚姻是选择另一个人生的开始 你的自己的人生都没有经营好 碰到问题就找婆婆 那你跟婆婆姐就得了 你找她干嘛呀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当务之急是 设定一个你们未来三年到五年的人生目标 然后好好重新审视一下 在婚姻当中我应该尽什么样的责任 不是要对方为我付出什么 而是我能为对方付出什么姑娘 你只在要你从来没有付出 你想想你能为她做什么吧 远嫁是自己选的 别当怨妇就这样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都有爱 只是在自己有需求的时候 不知道如何去表达 我问你们两个同样一个问题 自己的需求 应该是自己负责还是对方负责 你的需求谁负责 自己负责 那你的需求呢 我觉得应该是共同负责 共同负责 可是你看你们俩在相处当中 都是要对方负责 女生啊 远嫁是自己选的 对不对 你想让她重视你 照顾你 所以必须她要做出所有的事情 来满足你的需求 男生也一样 男生其实也想要她的关注 也想要她的认可 得不到啊 所以呢 你采取的方式是躲开了 我不理你了 而你呢 采取的方式就是争吵 就是闹 当你在对对方的期待 没有被满足的时候 你就试图去改变她 然后呢 在自己释放的同时 附加于她的攻击力 你听到她给你的评价吗 你是得理不饶人 如果你想得到她的 对你的一个付出 你要怎么样 正确地表达 并且让她心甘情愿地去做 同时你还得看见她的付出 然后呢 让她感受到被你爱 你真的觉得在游玩的时候 一件小事去影响你们游玩的心情 值得吗 你真的每一件事情 都要跟婆婆去说吗 用婆婆去压她吗 都不是啊 男生 咱不能跑 我知道你做够努力 对不对 陪她去吃饭 是吧 去吃鱼你不爱吃 也陪她去玩 但是真正的 她的内心是怎么样 她需要你支持的时候 你在哪里 对不 想想 我们的需求 想让对方满足的话 我们要先做到自己 能够满足对方的需求 是吧 就这儿 谢谢曲总 来 帮帮她的老师们 我是觉得你方 已经很努力地 在经营这段婚姻了 她首先自己肯定是想着 我去处理好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当处理不好了 她去找婆婆去帮忙了 而且刚才我看婆婆 在微信中称呼她宝贝 我感觉可能老公都未必 一直这么亲切地称呼她宝贝吧 所以她一直觉得婆婆对她很好 她觉得在婆婆呢 感受到爱了 其实你应该更多地 让她感受到爱 她也就是需要证明一下 你爱她嘛 而南方可能 如果你想继续维系 这段婚姻关系的话 你确实也需要做一些改变 也希望你们俩 未来越来越好吧 广电这个口号好 广电惠家嘛 惠实际上面当智慧奖是吧 这个惠还当智能奖是吧 所以下面那个环节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环节 真情六十秒的环节 过去是拿真情说 现在在真情的基础上 因为要成长 所以你们再想一想需要什么 好不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惠生活 选广电 真情六十秒 虽然我在生活中不上言表 但你说的 我以后尽量改 尽量去花这么多的时间去陪你 然后我们一起共同成长 进行我们的家 我以后也尽量控制自己的 小脾气 小情绪 不再跟父母告状吧 然后多理解你 也多体谅你一些 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 婚姻好好的经营好 你也多包容包容我的小脾气小情绪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伯伯兄预测一下 他们此刻还是会双出 我也觉得双出吧 双出吧 劝一下婆婆 别掺和了 双出是肯定的 不过女生真的得向婆婆学学 然后她就会尊重她了 行吧 我们看看这对年轻人怎么选择 请开门 请开门 快点 快去 快去 冲啊 跑啊 你在干嘛 来来来 往前站 来 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包一下吧 好 没亮灯 上海迪斯尼比香港的大可多 再去不要吵架啊 好不好 好 谢谢两位请回 穿下来 cop 穿下来